好 咱们闲话少说 快速 双茄是指什么 双茄就是茄子加上 红番茄 番茄 你看看 双茄了 其实这也是一道老的家常菜 但是咱们今天就让这家常菜 新做了 让您吃出不一样的味来 好 张哥 这茄子您擅长吗 可以 张哥 没有不擅长的事 张哥 这茄子一般您都怎么吃 胡烧 红烧 要不就蒸着吃 蒸着吃 蒸那个半茄泥 是吧 哎呦的 黑烂蒜半茄泥 香死了 茄子和蒜是绝配 对 没错 所以说那咱们今天也是借助一个 美丽的花刀 我们现在切的这个叫梳子刀 小梳子这个是 没错 那就是把这刀口剔完以后 啪 手一碾 这就叫梳子 小扇面 又容易入味 又容易茄子里边不好的 那种茄茄味的水给它咽出去 担面多 所以出味快 出味 利于成熟 省火省钱 哎呦 这到位 直接放到盆里边 你看看 这两根茄子 一家三口干来一对 主菜都没问题 那好了 怎么能让茄子不吸油 你知道这个茄子有多吸油 我知道 往上一滴 那个油能瞬间全部吸掉 是不是 咱们拿一块茄子来做一个实验 茄子上面放上 什么油 明显 一滴油 大家都知道茄子容易吸油 它吸油到底有多厉害的 夏老师现场做实验 看茄子如何秒吸油 精彩马上开始 这个油呢 很容易去吃透到这个茄子里边 你看到 它在吸油 没错 看到 这一滴油啊 让茄子秒吸到里边 你看到 稍微的一捏 这就都是油啊 这得吃了多少油啊 这吃完了 胆固醇也高了 血脂也高了 这肉都长上了 所以说 那咱们做茄子呢 就是要破坏 这个茄子的组织 要得像海绵 对了 把这个海绵状组织给它破坏掉 而且这一步也能够加速茄子的那种碱 茄子那种色口的出来 拿盐腌茄子 拿盐腌茄子 通过不停地揉捏 拿盐腌茄子能去色味呢 还能让它防止吸油呢 对啊 你看盐是有渗透压的 通过这个盐呢 把这个茄子完全地腌透 那我们知道就是差不多有五分钟左右的时候 您的盆底下就会出现茄子水 这个水是最色的地儿 明白了 好了 看到那这个茄子里边杀出来的这个带有减口味的那种茄子水 茄水 取出来了 去色味也防止吸油了 没错 好了 那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盐的腌渍呢 茄子变化了 对 我们现在就是要帮助它 通过这种极其湿 让它里边的这个茄子水持续地往外溢出 要通过那种物理的方式 太重要了 挤压 炸 物理的方式 可以看到茄子通过腌渍它已经变得非常的绵软了 没错 但是它里边这个质地还是保持在一致的 我们通过这种看到物理压榨的方式 帮助它挤出茄子 看到 汁水在不断地挤出来以后 我们看这个茄子 它里边的这个纹理比刚才要紧实了多了 其实就是抽了 打尿了 没错 打尿状的这种 破坏了 特性没有了 不吸油了 没错 你看看 像现在这个茄子它多老实 多棒 可以看到 让茄子已经出现了脱水状态 称之为沙 把它们再重新的抖散直接入锅 抽到了已经 直接给它放到盆里边 还没倒入锅的时候 我们还准备了 红干纸 还准备了 彩椒 对了 那就是这么简单 咱们就直接上火了 走 温度 看到了 异地有没有 无油版的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们把茄子摊开 直接通过像这种烙制的方式 让茄子成熟 皮的一侧朝下 那咱们这个皮我可是没去 这茄子 做茄子你可千万别把皮去了 赛赛是为什么 因为紫色的茄子皮当中富含花精素 这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的物质 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在咱们把这个茄子完全放到锅里边以后 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到茄子已经出现胶边 对 那而且现在已经有种才会出现的那种状态 有点香气了 茄子 快速地把两侧都给它煎字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茄子它已经完全地呈现出了一种熟茄子 的感觉 里边的水有一些带率已经大幅度地减少了 下一步 咱们就说要有味使其出 有味使其出 该出味了 对了 茄子先出锅是吗 对茄子先出锅 无油西红柿走你 煸炒西红柿在锅里边慢火炒香 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炒番茄的同时 少了一点盐 沙水 对了 那通过这个盐的渗透压呢 可以让这个番茄里的这个汁水快速地渗出来 那就是出现半番茄 裹肉的那种状态 用它们再去烧茄子 它能够好吃吗 好啦 那咱们可以看到 番茄在微微出沙的时候 我们就往锅里边放茄子 太家常了 葱姜不放吗 不放了 因为咱们没有油 但是这里边有样东西啊 蒜 张哥你哎呀 会做呀 会做 那蒜呢 蒜 哎呦蒜 往拍了 我看看你 来我来我来我来 拍蒜啊 我看看你手法到底行不行啊 哎呀 哎不跑 嘿 在家拍我 拍那蒜总跑 哈哈哈 你这故意偷懒啊 让张哥给你打下手 主要主要是 刚才光动嘴不动手 咱那知道到底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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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 哎 嗯 别着急 好嘞我给你放点 好嘞 嗯 那咱们往锅里边烹料酒 增香哈 好嘞 然后生抽 嗯 那这茄子其实做起来最好吃就是烧了 料酒也是个青菜吗 对没问题啊 啊 就是咱们说了酒可以去腥酒还可以提香 增香 对 嗯 你要耗两口加点别的是不是也成了 这里边我都不放油了 加点五花肉呗 哈哈哈 哈哈哈 又 又 又是一道肉 又是一道肉 好 嗯 我们放完这个料酒和生抽以后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有点颜色了 上上色了 来咱们再加一些慢慢释放出它的那个番茄味道的这个汤是不是行了 开始烧炙了是吗 对 茄子其实没错 现在就等着这个吸收西红柿的那种沙粉味道 哎 酸甜的味道 现在开始到现在为止可是一滴又美 好 咱们增加味道了开始 咱们增加味道了开始 咸味已经有了 不糖 烧茄子别 得放一点糖 不要太多啊 根据自家的美食喜好 嗯 还需要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 半沙 半固体状态的时候 可以了 上一个芡 哦 让那芝香浓郁了 对 让这个芡汁完全的包裹上这个 口感更均匀 对 没错 走 少来点淀粉 出来的那个鲜美的汤汁 让这茄子每一个都给它包的均均匀匀的 西红柿像果茄子的感觉 齐了 烧茄子的瞬间 最后撒把蒜 备了浓椅 独门秘籍 绝杀了这个是 就怕您不知道 好 没错之前 清香的柿子椒 柴椒 有点第三鲜 哎呦炒匀了 炒香了 咱们这个无油版的烧双鞋 突破 好了 可以看到烧的香浓的茄子就出锅了 没错 而且今天我是一滴油没放 但是不代表我可以放一些帮助它增香的配料 可以看到我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 花生碎 花生碎没错 烧茄子不能离开香油 今天我是一滴油都没放 但是坚果里边有它自然的坚果油脂 没错 用它们去让我的这个烧茄子 有着那满满的油香味 锦上天花 嚼着 那叫一个香 无油版的烧双鞋 上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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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